从刚才的新闻画面中可以看到 北京发生大规模群体抗议 当局也出动军警直升机戒备 不过从昨天5月8号上午事发至今 央视、人民日报、各个地方媒体 到百度、新浪、腾讯等各大网站 都没有任何消息 消息完全被封锁 甚至在微博上 死者的姓名和案发地点 都成为禁止搜索的敏感词 有内部人士上传截图 显示北京市网管办 已经下令各网站 删除游行示威的相关消息 只能够按照统一的口径报道 北京市委宣传部则是要求 各媒体禁止前往报道 民众夏宝林在微博爆料 北京的新闻媒体 没有一家前往现场采访 打电话只要说是经温事件 都直接挂电话 说领导不让采访